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地方 你能跟特斯拉的试驾 联系起来吗 这个地方 真 怪 最最最最 昨天上上网约了那个特斯拉的试驾 然后很快确认就是今天就第二天就可以 我还觉得有点意外 我想可能一般没有那么快 可能会约到几天后或者下周 没想到那么快 那既然那么快那就早点去试吧 也刚好今天下午有空 然后没想到今天上午收到一个电话 说是特斯拉打来的 他说你约的这个时间没有车 然后接下来两周都没有车 所以的话要reschedule 就要重新约 那要约到两周后 那我说那也没办法吧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他会再通知我 他说 然后他接着就跟我说 你现在可以 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先登记下单 因为交车比较慢 你先订下单 然后有可能会更早拿到车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旧车 确定 但他说了很多这个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怪 我觉得今天他打电话是 到底是通知我reschedule 还是要再推销什么 或者说要想让我尽快下单 所以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然后接着12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约的是今天三点钟试驾 然后12点钟的时候 就收到了Tesla的另外一个email 他就还在确认 发给我的邮件是conferred我的test drive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又打电话回去 问那个人 他他有点就说 他说我不清楚 那可能是系统自动发的吗 那如果是你已经通知了我 重新改单的话 那按理来说 不应该有自动的确认邮件发给我 我在想 然后他说你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他说估计不确定会有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那我待会还是去吧 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着马上我就用刚刚预定显示的那个地址 就是这个1633这个地址 在谷歌地图上导航 1633这个Lamanda Street 你看这个地图地形 都是跟那个显示的是一样的 但是看到这个街景就觉得 把我给吓一跳了 你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看像是仓库嘛 好多卡车 然后1633显示在就是那个位置 但是我看不到1633这个门牌号 在这个加油站上面是看到了1631 所以我就晕菜了 所以我就晕菜了 直接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关注点赞 1633号嘛 1633号嘛 这条街 然后地图上导航就导到这个地方 然后 到了之后就找不到那个1633 只有1631 因为这旁边再过去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也不对了 就很奇怪 这边明显就不是嘛 就肯定不是 也没有特斯拉的车 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啊 就是当时的那个确认的那个 email上面也很奇怪 他有一个选项 有一个选项就是他显示的那个名字 这个地方的名字 然后没有地址 他是 啊 但是在预定之前呢 是显示的地址的 就是这个地址1633 啊 然后你到完成了之后 他今天12点钟发我的email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 啊 这个地点的名称不是地址 然后下面有一个open in map 然后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链接 但是一点他的话 是进不去的 就跳不到地址 那我就用昨天显示的那个地址1633 导航到这嘛 那显然是错的 啊 所以啊 好奇怪 我也不知道 啊 其他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也有用过这个地址过来 你看我现在走到他这个后面一条街 也就是同样这栋楼的后面 这后面的话只看到1630没有1631 啊 这栋楼是连着刚才我从那边刚才我就在那边 然后你看这边的话 哪怕是地方没错的话 我感觉也不太像啊 因为它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 然后流浪汗啊 帐篷啊这些在这边 我觉得是不是很奇怪 这些地方 这是一个卡车的洗车厂 这次不成功的试驾 其实根本就没有试驾 啊 真的让我对特斯拉这种兴趣 打消了至少20% 原来还是100%想要就试驾一下 然后就想真的想要订 然后现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人品的问题 还是说真的是特斯拉的这个系统 是这个给错了地址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傻 还是说也有同样的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据我所知我也看到不少视频就是 包括下单都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搞定 那试驾的话我想也是这样的 然后上面也有这个选项 而且一切都显示是正确的 哪怕就是我的这个推迟的 但是那个地址应该是对的吧 我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我就当做梦一样 我放这个画面也不是给它宣传 其实我确实还是蛮想开开这个特斯拉 而且这个Model Y说得那么好 然后其实对它的好感还是很大 OK Anyway 假如我后面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或者说是我的错 或者说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找到答案的时候 我还会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刘购 快速关闭 我ե 连接 非常专门 骗感你 我们转称 简单 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